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元持续强势 再创超过一年的高位 联储局议息记录显示 部分官员认为通胀持续较长的时间 呼吁准备加快减少卖债 更加早加息 油价在亚洲市习幅上落 美国和多国日前联手释放石油储备 虽然内地国储局都准备释放原油储备 不过老头就引述消息说 中方其实没有明确释放储备的意向 主要仍然是要根据国内的需求而定 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方面 就据报成员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考虑推动暂停原定每个月增产 每日40万桶的计划 不过油组就暂时没有考虑改变产量的政策 国际能源署就批评 现在石油供应紧张和油价高企 部份是由国家人为制造出来 听下他们怎样说 川普先生 空中的盟友 尤其是对中国的盟友 有关的盟友 所谓的盟友 以这种盟友 在这个境内 中的盟友 在这种盟友 实际上 在这种盟友 里面的盟友 在这种盟友 中的盟友 产以圆肯价格的盟友 今天我们视像连线嘉宾文贵辉先生 和我们谈谈会市 文贵sir你好 Hello Crystal OPEC加下星期就开会了 你看究竟会不会调整产略目标 去回应美国释放石油储备的行动呢 这个是不是对油价后市最重要的因素 其实油组的态度很关键 因为现在油组说来说去 都说来年的石油还有过剩 如果油组太早增加了产能 基本上对油价的压力当然大 但是油组并非想油价跌下去 所以油组我相信 它暂时都会维持它现在的产能 基本上美国连同其他国家 释出一些石油储备 这个只是一个态度 但是并非对油价会带来很大压力 如果油组的关系要维持一个正常的交往 我又相信油组将会是说 如果市场真的需求是很大的 它们就会适度增加多一点的产能 可能下个月它也都可以加上的 所以其实最重要是油组 给美国的信息是说 它们会因应市场而调整就可以了 不过美国释放石油储备 那就是说市场会计算到 它多久会消化了 它们息出来的储备 之后油价就真的好看市场的需求 因为原初它们预计今年的冬天是寒冷的 万一那个天气没有预期那么寒冷的 能源需求少一点 那么油价就未必上得到 但是如果那个天气真的很寒冷的 能源需求大的 那么那个油价自然上回去的 现在的策略我自己觉得 就是如果你看好油价 你就没必要现在这么心急买的 让油价上回80元才好去买 但是你上回80元之后 你就看着了 现在的油价就走75到85之间 那个区间的嘛 你上回80元的楼上 你没过到83元 你就不要贸贸然在追 那么你80到83呢 我相信都会有机会见得到的 你说再高呢 那么你在接近85 你沽回出来就差不多了 至于美国方面 就业情况进一步改善 再加上部分联储局官员放映 美汇一度逼近97的关口 再建超过一年的高位 现在最新是96.745的水平 先看看美国经济数据 首次申领失业保险救济人数 上个星期跌到19万9千 是52年以来最低 至于通胀就持续升温 被美国联储局 持续通胀指标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10月按年升4.1% 升幅是超过31年以来最大 联储局议息记录也显示 官员已经普遍认同 通胀要需要更长时间才会降温 而且劳工市场紧张 货品需求强劲 意味通胀有进一步升温的风险 部分官员更加认为 如果通胀持续高期 就要调整购买资产的速度 甚至是早过预期加息 下个月 议息有决策权的 三藩市联储银行行长戴利就说 如果物价继续高期 就业强劲 支持加快减少卖债的速度 然后再观察 明年上半年的经济表现 对下半年加息一或者两次 都不感到意外 一问一下文錦sir 联储局的议息记录 似乎都挺符合市场预期 即是加快收水和加息 你觉得真的这样做 以事到明年上半年 就加息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是否美元强势 至少去到下个月 议息之前都很难阻挡 其实最主要的关键就是通胀 现在那个通胀在高位 就没办法下来 你看到美国那个 新领失业救济人数 下来19万9千份 那你如果再往后 就是说新领失业救济人数越少 可能努工市场 他需要的人就越多 有机会就拉升工资 当工资拉上去 就很大机会 就继续维持在高位的通胀 通胀这么高 联储局应该按照道理 就要加快减少买债的速度 之后再因应通胀变化 去决定会不会在明年6月 就已经加息了 现在这样的走势 你看到他那份意识声明 可能去到3、4月 明年3、4月 他们已经减少买债 但是有条件如果通胀继续高 他们6月都可以加息 如果6月加得第一次 启动了他那个加息周期 相信明年就有机会加到两次 甚至三次 那你就要好看 那个通胀怎样走的 那就是说 美元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不要贸贸然看得太淡了 因为相对你欧洲那个利息走势 日本那个利息走势 他们这两个国家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那这两只货币一跌下去 那你推升那个美汇指数的机会大很多 而美元强了 金价都穿了1800美元了 下面要守什么位置 那这几天就有一些转仓活动 12月期金已经到期了 开始转到2月 那今晚就美国假期 因此明晚也都收早了 下个礼拜一之后 就已经是转去二份了 第一个first notice到的了 那我觉得这两天 其实很多转仓就将那个 期金就压了下来的了 昨晚试到下去再试多一次下去 一千七百八十几元 短期的底就似到了 但是大家也都不用心急 去到下星期 当金上回一千八百零三元或者以上 才好买 它不升穿一千八百零三元 大家不用心急买的金 我相信年底的金 还是有机会上回一千八百三十元以上 比原强了 欧元就持续弱势 曾经再创一年多的低位 一度跌穿1.12 现在最新是1.1215的水平 欧洲央行下个月仪式 决定一万八千五百亿欧元 疫情紧急买债计划 春年三月到期之后如何处理 昨晚有两位官员都呼吁 不应该太早收紧货币政策 执行委员帕内塔 和管治委员马克努夫 都认为通胀高企 只是受到短暂的因素影响 相信春年会逐步减退 无需过分反应 担心太早收紧政策 代价会比通胀标升更加高 不过通胀高企 已经令到欧洲央行工会要求加深 幅度是高过央行提出的1.3% 而欧洲央行收水仍然是未知数 不过亚太区的央行已经先行部署了 继续新西兰之后 南韩的央行亦都加息四分一利 去到一利 而且调高今明两年的通胀预测 不排除春年第一季就会继续加息 又要问问文敢sir 继续新西兰之后 南韩都加息 收紧货币政策是不是已经成为主流了 對亞太區的資金流影響有多大 你說亞太地區就南韓 它因為之前有些寬鬆的貨幣政策 它見到其他央行開始收回 它就開始拉緊 但是其他亞洲地區的 例如日本、中國 日本就沒有條件將貨幣政策拉緊 而中國其實它在疫情之後 就算在疫情中間 它們沒有做過很大量寬鬆的貨幣政策 這樣的情況下 現在我們看到國內的經濟情況 其實就有一點點向下走 這樣就看下去 來年第一季、第二季 國家的貨幣政策 都有機會偏向寬鬆 降準也有機會 如果經濟真的下行速度是快 中國是有機會降準的 這樣變成亞太地區的資金 就看它怎麼走 我自己看 國內的經濟狀況 它會寬鬆 人民幣但是始終很奇怪 人民幣始終都是走強 其實中國的貨幣政策 你可以因應整個市場變化 就無必要令人民幣拉得這麼強 好啊 今天謝謝文錦瑞的分析 會時焦點看到這裡 多謝收看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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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期見 不靠賺 主要是科技股大隻不想回來 騰訊就算被指導也好 今天都升了1% 連熊 阿里耶 小米等等 升幅都有1%過外 見到瑞信祝福一眾的五五博彩股 調升他們整體評級去到跑融大市 金沙中國升幅第二大籃籌 升了接近3% 海底low 早上已經發力 升了3% 都是升幅最大的籃籌 跌得多 還是體育用品股 李寧安踏體育跌幅2% 還有比亞迪 日前據報仍有試股 但現在調查的階段 跌幅接近3% 成交方面821億多 比較膽性 繼續看看最活躍港股最新的表現是怎樣 最活躍 還是騰訊 野村說留意 今次被指導 究竟指導期有多久 如果延續到明年 例如去到春節的時份 都是他們旺季 有機會影響手遊收入 看到今天暫時的評估 野村繼續給買入的建議 目前來說 升幅1% 營副基金今天升2% 美團回吐2毫 阿里巴巴昨天見完 上市低位 曾經咬腰 今天上升到344.4% 升到接近2% 斯摩爾國際電子營概念繼續炒 連日都有北水後距 今天上升到近49元的水平 升幅超過2% 繼續看第六至十位又怎樣情況 快手 昨天威過來了 升過最多1成2 之後升幅收窄 今天跌回5毫半指 小米昨天業績之後 大家對它 跌幅比較大 今天彈回接近2% 恆生中企業跟著國子走的ETF 跌回8% 比亞迪跌幅超過2% 還是跌幅最大籃籌 保理協因下午都移動 升幅4% 外上升到3.41元 然後看其他籃籌股 今天都很個別地發展 因為市場都是稍稍靠穩的格局 匯控沒有了升幅 不過今天動作不太大 有幫保險也是 沒什麼移動 至於煤氣也是 沒什麼變動 中移動就移動 一毫半指下去 港交所升兩萬 好 後次這樣看 都要問一下 work plan旁邊的嘉賓 有Daniel蘇沛峰在這裡 Daniel 你好 是呀 今天再彈多一點點 其實你覺得 接下來的反彈水位還多不多 反彈的初步目標是100天線 這是之前兩次反彈的阻力位 在10月尾和今個月中 都未碰到100天線 調頭下來的之前 但是隨著100天線再向下 現在已經去到25700左右的水平 相信下一陣反彈有機會挑戰100天線 至於再向下的風險 水位應該會比較少 因為去到24500左右 近來都是在這水平有支持 這也是重要支持的 因為在今個月10日 以及在8月份都是在24500 看到支持反彈 守得住這個水平 雖然形態上恆指還在頭肩底的一個形態 即是8月份開始 現在是在走右肩的一個形態 所以如果守得住24500之後 可以向上突破到100天線 同時都是接近頭肩底頸線 確立回見底的形態 好啊 都是聖目以待 24500都是不容有失 今天是稍為升多31點左右 好 大家當然繼續想尋一下寶 連升榜裡面有沒有呢 一起拉一下 選了這幾隻 包括錦江資本2006 獲得大股東提出私有化幅牌之後急升 原來股價算起來都連升六個交易日 累積升幅五成六 創了三年多的位置 至於多隻的股份 連升五日的 包括銀魚 宗教 還有中國海外 以及中廣核電力 當中有澳門博彩股銀魚 累積升幅百分之九 見到兩個月的高位 遂進最新 調升整個澳門島業股的評級 跑贏大使 銀魚的目標位 看到62元 至於宗教控股 捉著業績帥哥 上年到位叫順利倍增 股價五日累積升幅都有一成一 今個月底派成績表的新高 降五日累積升幅近一成七 還要留意連升四日 有華人燃氣和永利澳門 當中永利累積升幅是一成三 挑戰著一百天線 Daniel 有沒有哪一種追得過 教育股的宗教控股 因為教育股過去幾年都很多政策的因素影響著 先後有民促法 還有之前對於校外培訓補習公司的監管加強 但宗教控股受政策影響會少很多 因為他們專注在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 政策的負面影響很少 反而多一些政策上的支持 對於職業教育的政策加強招生這些方向 再次重申的 股價跟著其他教育股一起跌了很多 過去這半年 10月中都曾經列口升上去 當時衝敬了政策支持職業教育 但之後又再打回圓形 現在水平還是挺吸引的股值 相對於橫行區的一個築底階段 雖然連升了好幾天 但是股價其實比過去半年相對高的水平 都回落很多了 我想這個水平都可以追 中線可以看回到18元左右 2至20元在年中的高位 主要都是跌得多 還有業績就叫做交到數 目前來說 上市上去250天線 最高位是15.2 他都說估計3至5年 會在肇慶新學園投放3至5億元人民幣 今天升幅3% Daniel說想得過 跟著看連跌股又怎樣的情況 看看有沒有哪隻可以反彈 國企指數截至中午的時候 連跌第七天 追蹤國指的ETF 28、28 7日累積跌幅超過4% 阿里健康中期是迎賺虧的 2億3千萬元人民幣 股價7日跌近2成2 早前發CB的集資 蒙牛羽葉7日跌6% 一度會失手250天線 福萊特玻璃和預言集團連跌6日 福萊特見過一個月低位 不知道Daniel又覺得哪隻可以罵呢 蒙牛比較看好些 首先需求方面比較穩定些 基本消費品食品 之前就比較受成本上漲壓力影響 市場都會擔心成本上漲 作為中下油業務都有的蒙牛 例如原料奶的價格上半年升得多 但見到下半年原料奶的價格升幅 都明顯是放緩了 展望去到明年盈利利用率應該會改善 好的 留意著Daniel 一路的心碎都是他 不過呢 今天來說 都在低位附近徘徊 下跌至45.35 好 休息一下 聽完新聞回來 聽聽觀眾有什麼問 Daniel 各位一節的財經消息 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 在公開場合失言 說公司會教中國共產黨長壽 不夠一日之後就言論自協 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 星期二在波士頓參與活動時 提到自己上星期訪港期間開玩笑 說中國共產黨正是慶祝成立100周年 摩根大通內地業務也進入100周年 他打倒摩通的壽命會更一場 但是補充不能在內地這樣說 戴蒙的言論引起外界關注 不夠一日之後他發表聲明說自己很後悔 不應該說這些說話 解釋只是想強調公司有長遠實力 之後再發另一份聲明說 開玩笑或者詆毀任何群體都是不對 現在社會最需要是有建設性和心思熟慮的對話 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星期三被彭博記者問到 對戴蒙的言論有什麼看法的時候 他這樣回應 彭博社不是嚴肅媒體嗎 這種博眼球的話 你們也要拿來刷存在感嗎 彭博引述消息說 摩通的政府關係團隊和內地辦事處 在大蒙發言之後沒多久曾經開會 雖然部分人擔心敏感度不足 但是政府關係團隊不覺得有批評成份 結果到星期三中午都沒有和政府官員聯絡 摩通和內地有關的業務 涉及近200億美元 今年年初更多獲監管部門批准 成為內地第一間外資獨資的勸商 外界擔心大蒙的言論可能危及公司在內地的發展 有學者相信外國企業必須對中方表現出尊重 才能保持進入中國市場的地位 但蒙上星期訪港時獲豁免檢疫 倒流大約30小時 政府當時解釋是基於摩通在大銀行 在香港有重要業務 而且行程有限制風險可控 報線電視王文軒報導 據報4月份從美國納斯達克退市的太邦生物 考慮明年來香港上市 MIFR引述消息報導 總部設在北京的生物醫藥企業 太邦生物計劃集資最多10億美元 設合大約78億港元 公司已與潛在財務顧問進行初步討論 公司在2002年成立 核心業務包括血漿採集 生物製藥研發 生產和銷售 並在2009年在納斯達克上市 財經消息看到這裏 多謝收看 今天節目時間 看看恆子這一刻 稍為靠穩升的26點 做24712點 成交849億多 現在熱炒的板塊 仍有教育股 不就個別 恆大是內股份秋升 特別是恆大汽車 現在升幅有1成1 一鋪 一個月高位5元 目前做4.94元 講完異動股 就找Daniel出來聊聊 Daniel 你好 你好 陳小姐 也想請教你的小米 找他出來聊 陳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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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嗎 不好意思 你是否想問小米 現在Daniel在這裡 聽你的問題 是怎樣情況 你的小米 24元1毫 那我現在要怎麼做呢 可不可以考慮 讓人家都拿著呢 24.1 我正在捱 都捱得很辛苦 陳小姐 那Daniel 建不建議他繼續拿呢 現在20元都失手了 19.64元 算不算見底呢 是可以繼續拿的 我覺得都見底的了 雖然短期又沒有什麼很強的趨發劑 整個手機行業 因為都還是受著一些芯片供應短缺的影響 就是小米管理層在業績上都講到 預期的短缺可能去到明年下半年的 但是都某程度是消化了 市場有一定的預期 還有小米的業績其實都不是那麼差的 盈利比預期高 還有高端手機的銷售都是相對強一些 帶動到他們互聯網的業務的收入 相信業績後 昨天一刻大陰燭跌下來 都見底了 但是是不是很溝貨 就看你手上握得多不多 或者是多不多現金 如果還是很多現金 我覺得都可以加少少 但是如果說小米都已經握得多 就不需要太急去加住 因為始終手機行業 短期的氣氛都不是那麼好 可能去到明年第一、二季 整個行業氣氛好些 向上動力才會強些 好啊 就是說唯有拿著 可能是中線少少的部署 他自己都說 第四季不多看好 都怕著芯片影響他手機出貨量 好 還有另一隻科技股 家庭觀眾關心的 有隻9988 但是這位家庭觀眾梁先生 就是想買的 策略怎麼做呢 是不是可以長渣呢 Daniel 長渣是可以的 但是都有心理準備 接下來這幾個月 一個季度 可能還會去跑輸給同業 主要都是剛剛公佈的季績 令人失望 但是相對來說 某些同業 例如京東 或者做遊戲的網耳 業績好些 可能資金還是傾向選擇 一些業績強 讓你能見到高些的同業 阿里的估值上是低的 有一定的防守力的 但是反彈起來 可能那個幅度也不是那麼多 所以科網股整體都會看好 都見底了 但是看短期的直播率去計 我覺得其他的龍頭 例如網易、騰訊 直播率比阿里更加高 好啊 即是說不用正是鍾情阿里巴巴的 可能700或者4.9 更加吸引 網易今天升到2% 近來相對強勢的一隻科技股 好 還有很多家庭觀眾排著隊 問你哪些股份好買的 Daniel 黃先生 問另一條板塊是電力股 華雲電力 什麼價位買呢 短炒上網有多少空間 華雲電力都連升了兩天 這個位買 上網空間有多少呢 我覺得 因為華雲電力始終都是傳統火電股 之前幾個月炒上去 就是衝敬著新能源業務的估值向上 但是都已經升了很多 都接近倍升了 比起7月份那時候 去到這些水平 再升的空間 我覺得短期會少些 今天都見到 他們日來高位都回不少 還有形態上 都有一些向淡的 就是頭肩餅的形態出來了 最近這一兩個星期都在頸線 就是17、18元這些位置 是掙扎著 看看守不守得住 我覺得就可以觀望先 整體的火電股 就最強的那陣聲浪已經完結了 所以現在進入靜股的階段 好啊 即是說 那個水位都是一般的 這隻都是一般的話 其他的新能源股 你又怎樣看法呢 林小姐想請教你 她又反為看中一隻916 或者另一隻大唐新能源1798 她想請教你哪隻好些 什麼價位買 指贊指示位怎樣定法呢 封電股就比火電股看好些 增長空間會好很多 也有政策支持 現在選擇的話 就選擇龍頭的農園 916會好些 雖然她的股值是相對比較高 即是有些日價比起同業 但是現在這個盈利能見度方面 或者在公司的一些 系內的重組方面 或者來自母公司的住資 那些憧憬 農園會支持他們的股值 最近股價都回到100天線 應該都是不錯的支持 參考今年以來幾次的回調 都是在100天線附近有支持 這個水平都可以吸納 首先就看上20元 這個心理關口 即是年內的高位 好啊 即是說都去回合理水平 916是否就封電股為主 就在100天線附近吸納 上網空間還去到20元左右 可以給你參考一下 還有些家庭觀眾看中手機股 看中一隻瑞星科技2018 問現價可否入市 上網空間有多少呢 瑞星就不太建議入市住了 因為剛才提過 手機行業的氣氛暫時是弱些 特別是瑞星他們主營的升學業務 都是缺乏增長空間 或者是行業競爭 是比較激烈一些的 令到它在手機設備股當中 就比較順利 如果真的選擇的話 例如剛才的小米 或者等回調 順著又會好些 但是瑞星就 現價就不會再跌得很多 但是缺乏一些向上的趨化劑 好啊 即是說 雖然圖好像慢慢見完底之後 但約莫31.3毫半的位置 慢慢上回來 但是Daniel就說 始終行業就欠缺一些好的因素 他自己都一般的 似乎這一隻 就不是Daniel心水 不如選個第二隻 不知941又行不行呢 另一位家庭觀眾的 詩詩 想問現價可不可以買 941就買來收息是可以的 但是你預了它盈利沒有什麼增長 股價方面可能都是比較呆滯 但是三大電信股 傾向會加大派息 提高派息比率 所以股息方面 941預測都超過7厘 但是真的買來放在那裡收息 那股價可能一直都是橫行 但是如果你進取一點的 想選一些有升有息的 可以選一些增長強一點的股份 否則純粹是靠收息穩定的 夠四天都可以考慮 好啊 即是說都看中他的股息率 就去到7厘的流上 不過拿的時候要有耐性 所以今天來講稍微回軟 跌回一毫半指的 好 繼續有家庭觀眾想追問 剛才我們提過的 新高教的2001 今天都熱炒這個教育股板塊 高小姐就是8元的時候買了 今天看到她創過一個月高位4.22 現在有一點賺福 3元應該說是虧 但是3元的時候又不敢溝通貨 現在去追又行不行呢 好沒有加注好啊 Daniel 加注在教育股身上是可以的 但是就不一定再加到新高教那裡 因為它規模會少一些 還有過往都曾經被人質疑一下 一些財務問題 雖然都過了一段時間 但是我想起基本因素 或者投資者信心方面 可能都是對回龍頭的 例如希望教育 或者剛才提過的839 839 是的 宗教 這些就會前景是更加好些 所以趁著現在教育股 特別是高等教育職業教股 都是低迷可以加的 但是可以考慮一下大規模一些 那麼宗教會更加好 好的 不如換馬 差一半又多了 希望在另一隻身上賺點錢 好 我們勤力一點 回答多位李太的Apps問題 10.28買了一隻中國雲橋1378 怎樣部署好啊 Daniel 屬於上游的資源股 那些履業 不過現在的上游股份 氣氛明顯轉弱了 雖然股值低 盈利增長今年都一定是強的 但是市場預先是擔心 價格見頂的憂慮 即是對於那些女 如果股價有反彈 前浪底9元至9.3元 可以先減薄 好啊 就看看胃爪 多謝Daniel的分析 我們休息一會 歡迎收看 明星期間 新邊的嘉賓有黃偉豪Rafi在這裏 Rafi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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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股算是反覆靠穩 早段試過最多跌幅到150多點 低位24,500點水平 其實下午抽一抽 最多升幅只有77點左右 暫時做過高位24,762點 即是說現在處於日中高位附近 不過也很窄 波幅 現在進漲到68點 恒指守在24,747點位置 分對指數個別走 總成交在好隱瞞底下 879億 後市去向請教Rafi 升跌比例差不多 880,780點 股市上大市也有什麼方向 接下來的形勢如何看 有什麼因素看著 暫時方向性不太明顯 一來升跌比例都差不多 過去都說了很多次 整個市的成交都很弱 即是你這一刻差不多 短短3點 都是八百多億 未過九百億 其實都應該在車邊過一千左右 其實真的不是特別大的成交 特別大的動力 所以沒有很多新的淺度 變相整個市 很難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動作 或者方向 而且始終過了 始終業績期都去到短短的尾聲 其實你又見不到太多 特別多的炒作在這裏 有部份是OK的 但是拉運來說 都是不覺不失 大部份都是 那不是什麼特別大的驚喜 雖然都不能夠構成這些錢 是有很大的肉 再追下去住 九二九支 你用整個港股 是比較越來越黏 暫時走出來計 短線都是看著24500 24600左右 24500這個位置 大概是10號 今個月的暫時低位 244001 還未穿 變相看守不守得穩 但是上面來說 我想二萬五 即現在的五百天線 這些位置 都關鍵 你要升穿 站起來 才可以做回 可能10月11月那兩次的 那些多小的反彈 如果不然 其實暫時來計 都比較是幾窄 大概幾百點裡面上落 二萬五 我們仍然被壓住了 五十天線的位置 下面可否守得住 二萬四千五百點 這兩天都是支持力度的 暫時來說 進漲到五十一點 升幅到百分之零點二 二萬四千七百三十七點 業績期到尾升 我們先跟進下放榜股 維他奶本身出完盤數 初初沒有太大表現 後來試過一度跌幅擴大 去到三個百分之國外 亦創了超過五十二週的新低 一度跌到十七個三的水平 如果我們看回去 應該到三年多的低位股價 中期來說 他的數點 順利按連跌了九成半 去到賺三千二百幾萬 之前有刑警 那個level 就是他覺得介乎蝕五千萬 至到賺六千萬 他都算是符合區間當中 為什麼會比較差 因為夏天旺季期間 內地銷售嚴重下滑 加上要恢復廣告和推廣開支 優先需要恢復內地業務的表現 所以不派中期息 收入跌了一成八 預計推出新產品等 有助下年內地業務重拾增長 首先大數 第二就是不派息 就是他之前刑警已經解釋到 因為大家還記得他有個備忘錄事件 即政治事件抵制風波損害了 image 今次不派息 就是希望用錢去修補 放在內地的增長 你怎樣看呢? 今天又破了近期的底位 暫時的勢一定是差的 你見到今天的股價 當然現在跌幅 稍微收窄一點 但因為始終今年股價都跌了很多 我想都已經偷步反映 擦添已經插進來 過去半年一些不太好的表現 特別這個半年是由3至9月 其實他集中在截至9月這一季 即是他的第二季來說 是最大的影響的 所以其實你見到版面像 由現在我們第3位開始 已經跌得最急就是那一刻 所以我想都有些反映了先 令到暫時不是太急的跌勢 但始終業績裏面 其實你從大數目的 頭暫時跌幅都還可以一成多 即是不是一個很大的跌勢 但去到順利的跌幅 其實都明顯反映了一點 其內在一些額外性的開支 都真的多了很多 可能我們說 例如特別內地 他又要做一些廣告的推廣 很多額外的開支 但又不見到太有效果 令他整盤數回來 其實無論top line bottom line 和毛利率等等 都是一個下跌 連丹丹丹丹丹方面 都是一個明顯下跌 如果我們分開拆來看 內地、香港、澳洲 以及新西蘭那些怎樣 當然重災區內地都真是壞 收入倒退了29 接下來展望那裡 公司就說 因為本身 他說這個是截至9月底半年 即是他在9月的時候 這個年度的尾聲 產品已經上升 因為之前抵制的情況 令到他們不太敢推薦 吞辭了 現在繼續全面加速 重啟廣告和店內宣傳 期望明年可以恢復持續增長 香港覺得疫情限制著 可能會影響到香港業務 但預計繼續增長 澳洲新西蘭的收入不錯 彈了2成7 如其在食肆、非食肆 供應植物奶產品 這就幫到手了 問題是我們現在說到11月 它當中由9月至11月 它究竟燒了多少咬的錢 我們還未知 它都說會繼續投放 這樣小的看法 是否都有很多不確定性 當然不確定性還是大 還有你看到百年剛才說 這幾個地區的分佈業務 如果你說以分戰比來說 都是以內地最大的 其實過去的股價很強 到三、四十元這麼高 量度內需 沒錯 因為那刻內地的銷售很強 很好 但的確 始終他們的第二季 因為剛才提到內地一些 可能政治因素 又或者個別一些信件上的因素 令到內地那邊的銷售嚴重 有一個下跌 連上架都有問題 很多貨品都下架了 所以你看到版面上 就是內地收入其實是跌成兩成九 這是最大拖低整盤業績的其中因素 而香港那邊當然 都叫做平穩 但問題是因為去年同期 香港又有疫情的補貼 正統補貼 但今年就沒有了 這個又會令到分佈的順利方面 是有一個影響在 至於你說新西蘭、澳洲 他們始終暫時佔比很少 所以就算你說 是加大力做也好 對整盤業績方面 未必有太大的幫助 所以你聽到 它的語氣也是 好像真的重心要谷行 起碼燃起內地那把 大家的 怎麼說 幫襯的顧客的心 沒錯 剛才提到很多的大數小數都倒退了 包括點中的毛利率 今次跌了7.8% 到48% 只要看無論是半年到還是全年到的話 近年最低 是的 它沒有怎麼看過 是跌穿50%的水平 主要就是毛利率 為什麼會跌了 很簡單 因為它在銷售 有一個倒退的情況 這樣下去的話 你覺得 例如說 多一重的急速下滑 還是怎樣 可以根據在於 它挽回 可不可以到內地顧客的信心 因為形象 真是很難再重新去建立 沒錯 歐美有很多例子 也是的 而且始終要影響多久的時間是難估的 這個我想都是要再旺益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說以回到毛利率來計 當然 今年這個半年是近年最低的了 都沒有穿過50樓下 但是我覺得 接下來你說會不會再有個很大的下跌 比如去到4.3%那麼誇張呢 我覺得又未至於是 有些可能保持4.0%的水平 但是 何時能夠令整個盈利重新增長 而對股值有一個明顯的拉升 這個可能還是要再多一點時間 畢竟始終內地 一來對這些政治事件 其實近年就相對比較敏感 所以對回個別的產品 的確影響性會長久一點 連大麻就算沒有影響也好 要重新上架 始終在內地來計 同類的產品很多 競爭其實都不是少 所以這個我想都是另一個影響 就是那個盈利增速 其實要重拾以往這麼強的聲勢 你比較難一點 他重新做起 會不會又被對家競爭對手 食回市場呢 沒錯 這個打了個問號 既然是這樣 我們先說回部署 若不算今天這陣前期的底 就是17.3% 個多的水平 今天就正正是穿了 就落到17.3% 學你所說 然後跌幅收窄 有課沒有課 部署應該如何 沒有課 就一定不建議考慮 始終我想現在剛才 怕它再落 一來少怕再落 二來剛才開手說 整個市場都這麼悶 其實如果這麼悶的市場 要選擇 就要大堆選擇 說真句的話 所以沒有課 就真的不會建議 但是有課 我覺得又可以 即是說真的 都捱到這一刻 我覺得不如再拿著拿著 因為雖然業務 剛才說了一堆 是比較負面的 但是你從股價上說 雖然圖 近兩季就陰陰地再落下 由20元慢慢扯到17個嶺 這些位置 小小向下 但是同步地的RSI 是慢慢上回 雖然不是說很上得很急 但是都由30 上回現在40 就是有小小 不斷輕微的背驰出現著 所以從技術指標上 可能會有些反彈也不奇怪 所以如果有課 寧願等著反彈 才考慮減會好些 當然第一站 我想彈也好 條50天線 18.7這些位置 都會比較大的阻力 如果真的升上樓 才可以再看更高的水平 看著50天線 是否能夠突破 然後再看上一點 正正我們highlight了 紫色條線18.76 動能指邊告訴我們 可以反彈 但不知道空間有多大 暫時來說 維他奶方面跌幅到2.3% 繼續守在17.6的位置 剛才提到1度跌幅到3.5% 17.3之後 稍微跌回 我們先說到這裏 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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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